啊 江公子你過來了 過來幫我洗吧 我刪好了 龍貓恢復以後 全部的移花工的人都對我態度轉變 唯有你對我完全沒變 你還是你 為什麼要變呢 快幫我洗花瓣吧 我日復一日在這裡平安的過下去 就一發想到義兄還在痛苦掙扎 江公子 沒想到這裡 我就很苦 苦得要命 我能體驗你的苦處 若是我前面說苦 我依然會傾傻男安 可是任職相處 你應該知道大公主的脾性 還是和他好好工作後 再離開 姐姐 運動成績向我提起 江發和想出去救他的義兄 讓自己卻拿不定主意 其實我也想要被江峰出去闖蕩 姐姐 你可以同意我嗎 你 喜歡江峰嗎 嗯 你哪是這樣 你喜歡他 可是我知道 姐姐也喜歡他 所以我不會想得到他 我只希望他能幸福 你 姐姐 我們總想一起長大 你的心情我又何尚會不知 你扛著儀化公司們這塊大招牌 不留不對眾的眼力 積極習武 這種壓力與孤獨 需要二個半 那江峰這是少數配得在女男人 那不應該是法讓他愛上自己 而不是你還另外一個龍中鳥 摸到樹有一谷中 先去向著燕南天 這樣是不肯長久幸福的 你還是一樣 語氣平和 但話中帶著深刻的力量 既然你也喜歡江峰 又為何要與我說這些 我除了喜歡江朗 也一樣喜歡姐姐你 經過昨夜 一晚的審思 我也做出了決定 雖然不是這樣做或是我名字 但這是江湯所期望的 櫻花公中定著清理 我決定要出一趟櫻花公 公主要離開 為什麼 我要出宮 去救一個不得不救的人 你們在宮中 要聽岩信公主的話 積極練功 我很快就會回來 屆時 念收你們的烏龍力 姐姐還這麼直接 總是把一切擋在自己身上 不願意到我幫他 為 為何的激光獸 正在挖久了後山的晴天變重 旗下真空之寶 問你比喻 一開始融解了 什麼 又是偉偽啊 我們快去看看 欸 欸 你又把江峰丟到這裡啊 欸 欸 奇怪 你怎麼一直幫我丟到這裡 好 好了 喔 火焰鋒鳴玉劍 你們在做什麼 趕快停下來 想要停下來 每人都沒有 當初拒絕我求婚的時候 總沒有想到會有今天 看著冰柱的形勢 不妙 再這樣下去冰柱融解 現在所遇含的之千列 含結將一順釋放 一順釋放 一彎公幫我缺多一下崩毀 快入手 持續團是為了國家設計 不倆不為 請見諒 暖姑娘 你專心吸收地脈之力 他們交給我解決就好 我要報上司的一劍之仇 這劍 是老鼠 這才好好的教訓你 靈域見七 招式看起來都很普通 好 再來另外一個 回風靈域見 嗯 一模一樣 魏無雅 今天我們就要請住你 殺了 這機關說什麼劍 突然不聽過 呵呵呵 這下無路可走了 魏幫主不要擔心 在你與他們對戰的時候 我已經吸往冰柱內的 寒溪精華 此行目的你達到 我就救你出去 可可 又讓他跑了 如此地通過不到 藍天兄的下落 不用追了 他們又騎門之處盾走 我們趕不散的 公主你看 給我抓到 確定不讓他老鼠皮 我來修復冰柱 搖越用冥玉光 將冰柱修補好 欸 還修還修得好啊 好累 謝謝你 好多了 謝謝你 奇怪 儀化光線很低調 百年以來只專注病們清修武學 而江湖豬派無冤無草 江湖中正發生什麼事情 竟然找到本宮頭上 該我今天出去 一定要把這些一遍查清楚 姐姐 你的樣子好疲憊 應該修補病 又消耗這麼多內力 你還是堅持一個人去嗎 姐姐 讓我陪在你身邊吧 奴婢也願意追隨公主主要 任由公主拆遷 我要一同出去看看 異兄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關起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因我而起 姐姐 不要這樣堅持了 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 讓我們在你身邊吧 妹妹 你為何 好吧 讓我們四人先準備一下 準備好了 就立刻出發 學會地鼓技能0.4 0.4 但右下的地鼓技能 你圖標要切換0.4的時候 可以發現你才能把 畫面中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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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跟巧巧的技能是一樣的 喔喔 手椅子捏 阿可以換他出來嗎 欸這怎麼換的 忘記了 欸快喔 好 然後這邊 跟香菇講話 欸 馬上就過來勒 這個 我以前好像沒有 以前我好像沒有來過這裡過 你們有印象嗎 在這個遊戲裡 誰都沒有工作量大 我扮演的花水紅 花怨秋 花怡風 花金峰 花青燕 花布園 花伊云 花魯品 花墨英 花淺英 花淺英 花翠山 工女怒幹 和敵人怒幹 花青燕 花苞 花苞 花露 花零 花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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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雕 花芽 哼哼哼 想回去的嗎 不再答一回嗎 人家這好捨不得你走 你還沒有仔細心跳的新胭脂 我希望你封個鮮花音質好看吧 我希望你封個鮮花音質好看吧 有人玩九道山山前傳有玩到這裡的嗎 嗯 人家好開心聽你這樣說 唉 但還是給Sony送回去運送費 需要一萬兩喔 你真的要回去嗎 哇 人家好大方 人家馬上送你回去 回去之前再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美麗的小秘密 其實送你回去是免費的 收縮錢是騙你的 感謝你來玩這個遊戲 一定加油加油加油喔 好 我們都沒有玩到這裡啊 算是一個小支線吧 好 在這個西迪回廊這裡 緊閉室 然後這個鄉母旁邊 好 就這樣 因江峰不告而別的彩莉公主 性格作變 又由皇上 西迪沉迷在小秘密的誘惑中 不予正事 於是 代兄掌權 以一代女皇自居 將感情傷痛轉向怨恨武林中人 同時也想要做出一番事業 如果是一場 襲哥 封 顧密大臣方城昭 九月整頓江湖 被兵討伐盟主 正好依據采提命令執情 導致金官們大量搜刮民間物資製作戰鬥兵器 而騎金門試圖抽起地曼靈氣 捕獲各方的領袖 另外徵集武林各派武學 徵召江湖人士入武重軍 彩雷公主私下秘傳柔情召 只要有情人交出江湖 就停止徵討行動 讓百姓靈敏休養生息 江湖一群人才剛離開儀化宮 前往救援燕蘭天 就遇到眾多武林高手襲擊 確認了柔情招之後 江湖知道自己不出面解決 出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於是先轉向來到了京城 江湖真是累了 現在還在課堂中好好休息 所有的書學會采禮的錯 要不是由他有愛神恨 怎麼會流出這麼多事端 只要我陸皇城把公主殺了 江湖明早一睜眼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哦 我超過遙遠 不過是遙遠 個性還是沒變 夜黑風高 皇宮的戒備還是如此深遠 戰豬 你是誰 上場皇宮可是重罪 無知的小兵 哇 冰封的招式 大家在絕大中校三 已經見到很多次了 對自己的武功相當自信 姐姐的手段還是一樣蠻橫 像我這樣不上一人前路 不是更神不知鬼不覺嗎 你...你怎麼在這 姐姐 我知道你個性 你會把一切都擋在自己身上 用大刀指數的手法擋斷一切 我擔心你陰封小兵為了正事 所以在這等你 想當幫手 這樣來了 就一起進去 行動迅速先 不要耽誤到我 嗯 姐姐 哦 要打敵人是不是 還要打敵人哦 有姚悅跟連心交入隊伍 完全不想用黑...黑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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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開核電 黑旭風 走開... 我不是夏立 把大殿青空 玩一個人進一進 你就是彩結公主 是要如何 你們是什麼人 為何聲音來遲 很好 顯然是承認 此之前來 正會缺你的手機 劍軍呢 不對 既然他們能抵達這裡 又引進鐵電 不是對手 齊青們和機關門 中央的幹部 都派出去處理任務了 竟然忘了留著貼身護衛 咳 咳 你們為何要殺我 我不記得跟誰有結怨 你們可知 我死的會導致朝鎮大亂 姐姐 我們還是勸她收回命令吧 再決定要不要殺她吧 不然總覺得有些草率 好 那我請教公主 為何要發柔情招 說什麼交錯江峰 就停止一切爭討 休養生息 哈 我說你們是為了什麼 現在我明白了 你們可知道 這些日子依賴 他不告而別的相思之苦 這龍頭化不開的離愁之情 是如何任何願意的折磨我 地上終究還是想離開 在避暑上中那段日子 就不該這麼認真 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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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咬下哈人肉 那哈傷痛 永遠接觸我 但我也愛他 是嗎 我還要愛著他嗎 要是柔情招反而坐到我面前 到底是要親吻他 還是殺了他 我 我 可憐的女人 比較弱模樣最惹人於愛妮 要是姜南知道采離對他情深 那麼我 不成 我太吃虧了 情場如同戰場 對敵人的仁慈就對自己殘忍 公主 你應該認同我這想法 你別自以為愛得深 事實上你的存在 你的命令 一直造成姜南的困擾 既然一不聽見 今夜 就讓我了解你和姜南的情願 就 來了 就像 賀連貝內院巡視 戶下的孩子 請公主原諒 讓我與你們會會吧 你這個小兵 你別可是學會名譽公的公主 跟雙公主 憑你一個人打過我們 閃開 閃開 呃 呃 你 朝廷為不奉路 值得你為屈屈公主犧牲生命 誤 mt 喊 嘩 咳 咳 哼 咳 咳 咳 當然值得 我的性命都是我的彩蝶 二年大哥 你 为何能做到这样 那我一个时辰内 没回到地点报答 监察师必知无出的状况 会果数派人来救 那我能拖延的时间 真撑到支持到达 即使我牺牲我的性命 彩蝶能好好活下来救 姐姐 你察觉到了吗 什么 这男人的眼神 完全无惧死亡 此人不是对主持之重 就是对这姑娘自弃 乐视有亲的 即使公主也已经很幸福 根本不需要蒙目足球江峰 妹妹 你记得男人解释太多好话 龙姐姐错过下杀手的好机会 对不起 想打吗 我虽然难以全身而退 要去你两性命还绰绰有余 你们 知道月亮的下落吧 请告诉我 我俩没离开的 这 退开 给他们一条路 会能跟你 听我号令 朗路 你很事相 知道事情轻重 我欣赏你这汉子 妹妹 我们走 你 你竟然就这样放他们走 还我将难难 还给我 终于有人代替我说出 亚裔在心中多年对彩蝶的爱 这么重回的姑娘 怎么能死呢 太医 快成了太医啊 昨夜我似乎听到一些动机 你们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个 是两位公主 难道公主不希望江公子知道 是不是两位公主晚上在屋外对音乐聊天 可能有一些震动 经常到江公子 诶 还是这样 四位大侠 我们在外来等候多时 公主找你们录点意思 过来 还是先解决这件事 好吧 那我们走 四位请 好啦我还是愿望的声音配合了 江南 你管还是回来了 我对你难道好辛苦 不成 我想这一招公主 这么可可之下不能失忆 尤其放太负追在一旁 咳咳 你上次匆匆离去 可也安好 江南 你说说话了 草莓上次不扯而别 却是有失意见 但是江母留下那封道歉信 已经将心意表述了 至于后来 托公主红服 也去转回为安 多谢立案多想见识 奇怪 道歉信 这是什么回事 实不想买 本之前的尽尽工作 只有几句心里话想多大敬言 说 俊文工作的这数月来 动员全国人才物力 大举整兵备战 百姓苦不堪言 战争最前茂之处 在不战而屈人之兵 而到那相对的云友 无非是希望能让招 朝廷更加强盛 另外同时达到了以上两者 当务之急 你在涛歌 演武 借由泰国边疆加强合作 让满意与中有文化融合 国师 你觉得呢 方江公子所言确实有道理 但是事实往往 伯诺书上写得这般简单 目前情况 就像战国师的 孔子儒家思想 并不被重视 面对重重乱象 朝廷反应此事 只有最快平定蛮蟻 建立工业 新政才得以安定 朝廷的运作辛苦不得 互动则已 而真力已经下达 就要贯彻执行 除非策略却有无视之处 不然朝廷细改 毁定百官百姓无所适从 小明不知朝廷的苦衷 可是我们一路而来 见到天下百姓 都曾经苦润之中 贤弟呀 你最看重的日子百姓 唯成何尝不适 南河西地 浑湧无人 不如此作诱 我如今如何对得起你 姑娘 我心随之百姓疾苦 但是王权的巩固 并非慈悲恶致 吉人解决 百姓短时间的牺牲 换了长期的和平 这是避免不了的阵痛 也就是说 目前的朝日 没有更改的可能吗 正是 不得善于更改 姐姐 国师说的是对的 朝廷运行需要制度 不得轻易上改 看着方程昭在看彩蝶 遗憾的摇摇摇摇头 感谢公主不控 请去草民心声 既然如此 我们只好告辞了 不 我只想遗留不住江南 是因为没有帮助她的旧业能天 至少为百姓其名 亦不可得 在这样下去两人缘非一定 我不要事情变成这样 慢 慢着 大夫引线对下 我有些事情想和他们三谈 是 江南 你上来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好 现在皇后已经可以自由进出 你是不是精神上部补给些药品和装备 然后我们在太和殿外 弄这会合 公主 你 你别管这么多 照做就是 好 公主 你这身打扮 你们随我去轮回之间 我带你们去六月双塔 然后要往顶 秦运应该都 都挂了吧 过这么久了 谈谈公主发的草身不管 想跟秦团私奔 怎么了 认为我只是娇贵的弄的女子 千万别小瞧我 我可是跟 监察司空 学过武艺的 虽然我们招式都以辅助系为主 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 他对战局的帮助 是非常大的 这样公主愿意帮忙 我忍断的没有拒绝自己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我忍断的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 大胆 呃 也想是公主 请进去吧 好像差不多 至少也有半年了吧 要晚点还没拿到 哦我们要重走是不是